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很多私人岛屿以其独特的地貌而命名 今天分享另一座位于加勒比海格里纳达 以其独特地形而闻名的私人岛屿 Celine Island Celine Island位于格里纳达主岛和卡里亚库岛之间 是一座当地家族拥有的私人岛屿 它距离卡里亚库岛以南1.5公里 皮林往期分享过的White Island 你可以从卡里亚库岛乘船 或乘坐直升飞机到达该岛 这座占地64英亩约26公顷的热带私人岛屿 最高海拔约为200英尺约61米 该岛地形独特 类似于White Island 在岛屿的一侧有一片倾斜的山丘 地势偏高 视野良好 岛屿另一侧则很平坦 且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延迟 该岛也因此而得名 在该岛面向White Island的一侧 还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海湾 半包围着一个浅泄湖 海水碧率清澈 海湾纯净的海水 是各种鱼类和软体动物的家园 也是浮潜和潜水的理想之地 这个海湾大约有6英尺深 可以容纳2到3艘船只 因此 这里也是游艇的理想停泊点 Silly Island 被包括红树林和棕榆树 在内的丰富植被覆盖 白色的沙滩 绵延300多米长 岛上还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是野生山羊各种鸟类和鱼类的家园 甚至是海龟筑巢产卵的地方 在岩池旁边还有一座古老的建筑 是过去时代的遗迹 这座建筑仍然很坚固 永远提醒着人们 关于这座岛屿的历史 你可以爬到古石辉谣遗址的顶端 从岛的南海岸 欣赏壮观的岛屿景色 此外 岛上还有一栋两居室的海滨别墅 面对着泄湖 具备基础的居住条件 你也可以将这座以古老遗迹 红树林 岩湖和海湾为特色的私人岛屿 进一步开发 改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私人天堂 亦或是极具异国情调的度假胜地 Silly Island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 曾挂牌1950万美元出售 感兴趣的话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